一抑郁的人在水底,正常人在水面,我沉浮在中间,上不去也下不来,二成长的路上被辜负的多了,自然你就学会了防卫,结果防住了恶意,也挡住了好意,只剩一身疲倦与孤独。 三,没人在乎你怎样在深夜痛哭,也没人在乎你沾转板侧的要熬几个秋,四,年纪大了,自尊心也跟着一起长大,又眼泪也不能轻易流,就得让他倒回去,于是啊,心里慢慢有了一片海洋,五有时候,突然很想逃离现在的生活,想不顾一切收拾自己简单的行李去流浪,六你以为你很强大,可以抵过所有委屈。 可闭眼前和醒来的那一刻,还是会有强烈的想念,那种感觉,应该没有人比自己更清楚。 七,我的心里一片狼奇,有的人出不去,有的人进不来,八,有心者有所累,无心者无所谓,或许太重感情的人,日子到底不会好过,信任,一来,念旧,分分钟把你虐得万劫不复, 只当一个人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候,就不再想去寻找依靠,任何人都是负累,十一有时候,明明心如刀割,却又灿烂的微笑,明明很脆弱,却表现得如此坚强,眼泪在眼里打转,却告诉每个人我很好。 十一,我知道我不是忘记,只是尽量不让自己想起,独木中,深海里的星星。 十二,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隐秘的伤,世界上最远的距离,不是爱,不是恨,而是熟悉的人,渐渐变得陌生。 十三,我的满江热血,终于成功被你的漠不关心给消磨完了。 十四,如果有一天,我无缘无故杀了你,请原谅,那时我发现,你的世界真的不缺我一个,十五总有那么一个人,一句话就可以把你伤得很彻底。 十六,一个人的心,可以反复的包容,可以反复的承受累累伤痕,但是,我忘记了,人是会累的。 十七,别等不该等的人,憋伤不该伤的心,有些人,注定是生命中的过客。 十八,不要为了迎合所有人,把自己过得这么累,费尽心思让所有人都开心,你会忘了自己该怎么想。 十九,明明心事重重,这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,不是不想找人说,只是怕没人懂。 二十饿了就吃饭,没有谁会给你面包,困了就睡觉,没有谁会陪你熬夜,累了就放声大哭,没有谁会给你拥抱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